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天 由于疫情不能继续迎接 所以今天是十一点半到三点来的人 捐一块钱可以领到一份保饼和一个领域 但是我们排了两半要十 十二点半排到三点结束了 我们才排到 但是虽然过去还是有的分点不可以 今天天也是阴天 就好像是布审的这个饭店 这个饭店据说华人口碑好像还一般吧 但是老外很喜欢 但是意大利餐 自助餐 里面布置的也很特别 可以到网站上去看一下 这个礼物好像很容易领 看每个人都拿几个 很多人还在排队 对 对 这些疫情之后的 这些疫情之后的 后果 据说十一月份之前 也就是说不能在饭店外边纠缠 饭店都要火 是 老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